南韓近日爆發失患 大家都擔心藏室問題會不會蔓延到香港 星期四網上流傳一張 在港鐵機場快線的座位上有昆蟲的照片 有滅蟲專家看過照片後 確認照片裡的昆蟲就在藏室 港鐵回應說 星期四晚上大約9點接到乘客通報 隨即派員上車檢查 沒有發現車上有類似照片裡的昆蟲 但已即時將那列列車收回車廠 徹底檢查和清潔 港鐵又說 會加強每晚檢查列車和清潔 又會重點清潔車廂的非金屬座位 包括機場快線、高鐵、歷史離線 和東鐵線列車頭等車卡 今星期起會對上述車卡進行高溫深層清潔 和防止重室工作 不擔心那麼多 看照片有看到 但亦有提出 亦說他已經處理了 唯有相信 一定會檢測 但不能避免便接受 假設真是 幸運中了便 上天沒有油 回到香港會做甚麼 會整個機器清潔 內外都要 徹底消毒 希望不會有藏色問題 帶回香港 會不會擔心 香港蔓延的情況 很難說 很難控制這件事 我也希望不會 我沒有看過 會不會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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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會不會很難看 第一次 都會議會 ł